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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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翻身求解放 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解放全中国 它基本上的叙事都是这样 我们三红一串保利青山 里边所有牵涉到 里边有六部 是牵涉到革命历史题材的 其中写的都是打败国民党 杜鹏城的保卫延安 红日 是吧 保卫延安是打湖中南的部队 红日是打张宁府 是吧 野火穿风斗骨城 那是地下闹革命 是吧 所以这些呢 你都可以看到 是在五十年代 这样一个严峻的 现实的条件下 毛泽东要用一种逼圣的 这种信念来战胜困难 来号召全国人民 建设社会主义 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以这样一个 依然是激进革命这种方式 来展开社会主义的实践 这个时候需要革命历史想象 因此 就有 革命历史题材的 这些作品 二者呢 是互相出镜的 现实的需要 出镜的作家 艺术家 去重述革命历史 而革命历史 试图给予现实 以他的信心和信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国当代文学 我觉得我们通常说 三红一创 宝林青山 这几部作品呢 大家要 大家一定要读哈 都读过吗 没有啊 正在读哈 这个 这是我们当代文学的经典 是吧 也是我们理解 我们五十年代 文学 和现实的那种关系的 重要的文本 所以这个希望 大家可以看一看 是吧 我说他们是 讲重述 重新讲述了 革命的历史 同时也建构了 文学的历史化 所以中国当代的 革命文学 与革命历史 交织 融合在一起 共同形成了 中国现代性的 历史化叙事 这个基本上 我就这么来说 我们可以谈第二个问题 革命历史的呈现 宏大场景 与英雄 欺概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就可以理解 是吧 我们现实 需要 这样一个 革命历史的叙事 我们在这个意义上 去理解 文学 和现实这种关系 我这里引一个 汉纳阿伦特的观点 就革命 这一现代概念 与这样一种观念 是息息相关的 这种观念认为 历史进程 突然重新开始了 一个全新的故事 一个之前 不为人所知 为人所到的故事 将要展开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革命历史叙事 它所展现的 这样一个 现代性的含义 就是 历史在这里 突然间重新开始 是吧 我们在这个五十年代 我们把我们历史 重新整理了 然后让我们看到 这样一种 生动的 鲜明的 历史的形象 自我的形象 在历史的重塑当中 革命看到了自己 辉煌的过去 不可战胜的 那种钢铁意志 这里要先提到的是 杜芬城的保卫延安 但是大家没看过 这个我就有点困难了 大家没看过 但是确实现在要大家 再看这些长篇小说 这也是很困难 那么大体了解一下 这个意思 好吧 这个当时是 讲湖中南 这个围攻 陕北革命根据地 当时看过很多 电视剧 有没有看过 也没有 大家因为忙于高考 大家为什么要考上百大 大家就是好孩子 是吧 不看电视 不吃零食 不听MV3 这个才能考上 所以 大家没考 没有读过 我还是 很敬佩 大家 是吧 当时呢 这个 这个故事 很多 现在很多电视剧 有一些什么 我其实 也 我其实几乎 也没看过 这些电视剧 但是我经常 会看到一两个镜头 就是湖中南 是吧 这个 当时这个历史 当然 现在很多的教科书上都有 以及历史故事 大家都了解 就是湖中南率 十万兵力 围攻陕北的中央根据地 那么小时候 它是描写的是 通过一个连的连长 周大勇 为人物 为主要英雄人物 描写一大批 这个 解放军的指战员 经过艰苦捉绝的战斗 终于取得全面的胜利 所以这个小说 描写了 从普通战士 到这个 彭德怀副总司令 所以小说是塑造了 人民解放军的 英雄的形象 这是杜鹏城 那么 今天这个课件呢 是 是马真师兄做的 这个 他找了这个照片呢 不错 这个杜鹏城 杜鹏城呢 他是孤儿 是吧 在孤儿院里面 你看那个时候 这个 这个作家 都很不容易 他们都是孤儿 都没上过学 但是自己怀着 对革命的乐忱 怀着对文学的乐爱 那么杜鹏城呢 他是 在办公 办读的学校 读过几年书 然后到延安 是吧 在延安大学学习过 1945年加入共产党 1947年就作为绥军记者 转战大西北战场 那时候你会识字 就不错了 是吧 会识字就能当记者 几年间呢 他记下日记的一百 一两百万字 所以他这个是根据 他的日记的来整理的 所以1949年底呢 他开始长篇小说 保卫延安 那么历史五年呢 据说九亿起稿 所以1954年呢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保卫延安 现在找得到的 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 保卫延安 那么理解这部小说呢 我觉得 我提出一个概念 说这部小说已经显示出 革命现实主义艺术的成熟性 你可以看到呢 他做一个长篇小说 韩忠亮非常大 是吧 他的情节呢 跌宕起伏 紧张而富有戏剧性 所以小说的情节非常紧凑 大情节推动小情节 环环相生 惊险刺激 引人入胜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 这个长篇小说的叙事 已经有他的章法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在紧急的战争氛围中的 刻画人物形象 通过行动来展现人物性格 特别是展现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 那么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呢 在战清危机的时候呢 总是镇定自诺 胸有陈珠 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大知大有 相反的是 敌人总是趾高气安 结果却免不了一败涂地 所以胡忠南当时 这个十万军队围困延安 其实几万人 那么居然没有把共军拿下 这个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 那么第三呢 是对暴力的即时性呈现 当时就说这个胡忠南身边的秘书啊 他的贴身秘书是熊 熊什么灰 熊死熊 熊什么灰嘛 那个是共产党 地下共产党 是共产党 就是他所有胡忠南的行动的 这样一个轨迹呢 都被通报到延安 所以呢 他说这个是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么第三呢 是对暴力的即时性呈现 小时候尤其具体细致里 描写了那些刺刀剑红的暴力场面 那么那些血淋灵的漏搏战场 通过血淋灵的暴力场面描写了 表现了革命战士的英勇的气概 和逼胜的信念 战争暴力的另一面是革命胜利的狂喜 以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逼胜的信念 所以大家可以看那个时候的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 它都是暴力非常激烈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丰盛》中 大家可以看到 《丰盛》作为小说的叙述 我觉得他因为用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叙述上面的变化 多种可能性 以及人物形象和心理的刻画 但是在电影呢 它就完全变成酷刑了 就是血淋灵的刑法施刑 基本上与其说叫做风声 不如叫做檀香刑 我觉得这个电影改成檀香刑也挺好 它中间到最后什么刑法都用上了 结果有一个扎针的 这个家伙非常厉害 他面带着笑容 带着一盒针 那个针的先从脚底下扎进去 就是说电刑鞭打 那个刀割 他都能忍受 因为小说一开始 在电影一开始啊 就是汪精卫 这个南京伟政权 是吧 去策反 一个国民党的元老 让他出来 结果呢 这个时候 送食物的在 在饭店里面 送食物的那个服务员呢 是地下党 在打开针笼 拿包子的那一刻呢 里面藏了一把枪 他这个时候拿出枪 帮就把那个 索克呢 脑门就天天盖就中一枪 当时在那个场子上呢 围着二十几个枪手 结果他一个女战士啊 所以这个金国英雄啊 共产党的这个女地下党啊 他大家会发现 所有共产党都刀枪不露的 所以他拿起来 二十几个神枪手 跟他打都打不过 所以跟他跑了 他当然还是被抓到 抓到就失酷刑 是吧 鞭子抽 刀割 他都冷受了 结果来了一个扎针的 扎针的 现在他脚底下扎一针 那一针下去 然后冷受住了 第二针 从这里胳膊就扎进去 第三针 从那五在那扎进去 这三针一扎进去 马上就招了 他就招出 在那个 国民党的这个司令部里 有潜伏的老鬼和老枪 有往共产党的地下打 结果呢 特务机关和这个 司令部就把这几个人都搞到一个别墅里面去 审问 审问最后呢 弄到弄去呢 就怀疑是那个吴大队长 然后呢 也是电刑 上电刑 鞭子抽 刀割 这个他都不交代 结果又来这个扎针了 这个扎针的一针扎进去 脚底下 那个针不知道 中国那个针怎么那么厉害 一扎进去 整个人就完全失控了 然后这里再扎一针 那么这两针进去的 一般都是要扎的 那他们要不要扎第三针 从脑顶上扎 这一针扎进去就致命了 那个演员是叫做黄晓明演的 是吧 所以大家知道 凡是叫做晓明的都非常坚强 然后呢 他就从脑门上扎进去 结果 这一针扎进去 还是没有扎 他还是不成的 结果这个家伙呢 这个扎针的这个老家伙呢 他说 这三针下去 要是一般人 该招供的招供 该花牙的花牙 这吴大队 不是凡冷 不是凡冷 那么其实呢 这个吴大队呢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 只有共产党 是吧 钢铁班的一支 特殊材料做成的 他才顶得住 是吧 那么这个电影的 整个在那里展示的 就都是这些酷型 是吧 都是这酷型 所以我对这个电影 我还是觉得值得商榷 是吧 他就把这暴力 把这暴力赤裸裸的演绎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屏幕上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历史叙事 这些东西很高涨 当然你发现呢 在他那里 展示轩烂的 都是暴力 是吧 当然这个暴力 你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 共产党的 钢铁班的一支 红颜 是吧 红颜把那个 盆什么 江姐的老公脑袋割下来 挂在那个城墙上 是吧 薛丽宁的 然后呢 城刚 我们小时候都会 都会学那个城刚啊 每一次这个 我们这个 武艺啊 国庆啊 这个演出啊 那么我就演城刚 就把那个 白衬衣上就画着那个红墨水啊 然后把红墨水画上去 抓着这个脚铁 是吧 手铐 带着手铐脚铁 什么 让什么皮鞭 任你把皮鞭 勾勾的举起 是吧 任你什么什么什么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哪怕胸口带着带穴的刺刀 是吧 就让人进出的门 敞开着 让勾 这不是吧 这搞错了 这搞错了 你们都学过 你们都学过 不管了 总而言之 共产党人 就是这幅形象 我们小时候 是吧 就知道国民党 他都是用酷刑的 我们小时候 表演节目一块玩 大家都爱 是吧 都喜欢装这个 陈刚 是吧 引勇 但是你可以看到 那种暴力的那种 是吧 那个灌辣椒水 做老虎凳 是吧 指尖上 打那个竹签 是吧 这种刑罚 那么这些呢 其实在革命历史小说叙述中 它是有大量的这种 革命暴力的宣伞 就暴力的 它有种快感 我们小时候 那个时候 也还不太 不太懂事 是吧 就知道那个时候 哎哟 共产党人 是吧 像江洁啊 陈刚啊 许云峰啊 他们受了这样一个 酷刑就非常痛苦 是吧 如果说把国民党 那个赤刀扎进去 鲜血喷出来 是吧 然后把他敌人的脑袋砍掉 像西瓜一样 在山沫上滚了几滚 是吧 然后掉下去 又觉得那就大快人的心 是吧 就说我们小时候 是在这种暴力革命的叙事当中 是受这样一种 来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们小时候 天天打架 你们现在不打架 你们不要文明 是吧 这个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从小读的书了 它都是充满了暴力 就都是有革命和正义 是吧 总觉得自己 代表了革命 听党的话 是党的好孩子 那么 小说呢 在当时呢 还是写到彭德怀副总司令的 当时彭德怀从朝鲜战争 宰遇归来 是吧 53年 这个朝鲜战争停火 是吧 那么彭德怀回来 任国防部长 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的形象 使这部小说的真色不少 小说一发表就受到好评 所以冯雪峰呢 迅速撰写长文呢 在文艺报发表 给予高度赞扬 冯雪峰认为呢 作者确实掌握了 这次战争的精神 掌握了这次战争 之所以胜利的关键 和取得胜利的全部力量 描写出了一幅真实动能的 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 他认为这部小说 可以说是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 他的显著的创造性 显然有推动现实主义 创作运动的作用 所以小说几年间 印了上百万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